HELLO 大家晚上好 不好意思 之前宣布了 因為背部痛 停止更新 都是一兩天 多謝大家關心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我的健康 其實我這個背痛 是因為肩周炎而起 大家如果有追蹤我的Youtube 都知道我已經說了一段時間 最後發現 沒有理由的 醫師這麼差勁看過他幾次 都是不行 最後竟然發現原來 因為我的枕頭的擺法不適合 導致他提醒我的事情 每晚睡覺就無意中做了 經常躲著頭睡覺 變成一直的背筒都不好 誰不知 改了枕頭的擺法之後 不用多 一晚兩晚 真的很多七七八八 因為之前他跟我做痛症治療 又吃藥 基本上都不會太差 另外可能是因為最近的天氣 是熱是冷 早兩天是30度 走出去都感覺到又濕度又高 溫度又高 變成很難受 但今天只有24度 真是激活 大家都要小心 可能因為有感冒 所以我這麼久都不好 先說一聲不好意思 不過就算不為大家 我第一個優惠是甚麼 當然是照顧家庭 好一點點的時候 就開始都要煮飯 我相信很多家庭都有心有同感 大病就沒辦法 如果是小病的話 或者可以忍得到的話 都盡量煮飯給家人吃 廢話少說 今天大家看到 我又辣椒又雞蛋 甚麼事呢 其實我們就叫了 不要說叫外賣 買斬料回來 就吃了兩三天 只剩下叉燒 今天我第一個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叉燒蝦仁炒蛋 這個是我用的 既然還沒完全好 那就不要搞那麼多 所以蝦仁方面 我就用急凍蝦仁 記住 急凍蝦仁 跟我們鮮蝦仁 處理方法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叉燒 吃剩一點點 加上蝦仁炒蛋 是非常野味 非常好吃的 我相信大家都 都一聽我說 就已經想到是甚麼味道 那 叉燒 這裡有叉燒汁 等等要浸一浸 洗一洗 那 首先 我就 廢話少說 我直接做事 這個菜 其實很簡單 也很快捷 我首先 第一件事 我就是要拿熱水 我忘記拿熱水 大家都知道 我那個緊急 緊急這個是解凍法 拿熱水 就隔著袋子 浸那些凍肉 就很快 幾分鐘就搞定了 那我現在拿的熱水 就是接近100度的熱水 不用怕六熟 因為它是急凍的 它是很急速降溫的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做好了 浸這裡之後 就馬上做甚麼 打蛋 其實 蝦仁炒蛋 或者叉燒炒蛋 真的我覺得 就是一個 八寶 大家看到 我單手打蛋 這一隻蛋 其實是屬於黃蛋的一種 大家知不知道黃蛋和白蛋有甚麼分別 黃蛋和白蛋的分別在哪裏 分別就是 是蛋黃 蛋黃不是顏色的分別 而是白蛋的蛋黃會比較實 蛋白也會比較實 但黃蛋的蛋黃比較實 但是 黃蛋蛋味比較重 所以 通常我們用黃蛋來炒蛋炒飯 白蛋用來做甚麼 用來煎蛋 大家要記住 這個分別 可以用不同的蛋 去做不同的菜式 跟著之後 這個蛋多 我用了八隻蛋 OK 大家都知道 我家人多 四個人吃 通常我都是做兩三個菜 所以我份量 就比正常的多 不過所謂的正常 我相信大家是做家廚的話 亦都是比較上是 會會心微笑 為甚麼呢 我得鬼閒和你做九大鬼 大家說 亦都要平衡家人的口味 口福 同時間亦都要平衡我們 我們的能力 對嗎 好 因為八隻蛋 所以加的鹽比較多 大概是一茶匙的鹽 大概加少許的雞粉 多與少就視乎大家 然後我們要加胡椒碎 或者胡椒粉 然後加少許的生油 生油那裡加多與少都可以 不過就一定要加 為甚麼呢 因為炒蛋 炒滑蛋 通常都是 你想蛋滑一定要加油 接著之後 我們就發勻它 大家看到 我這個是 即是 同時間做的 所以就可以很快 大家可以看回時間碼 發蛋 盡量發勻它的蛋黃之餘 比如呢 就是 我們呢 就是要是 發勻那些調味料 如果不是的話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發兩發就停 不單止是因為手累的問題 而是我要找回 突然間沉底 就可以找回那些調味料 這樣就可以發勻些 好了 跟著之後發到差不多了 發勻之後 我們準備好一些 即是 蔥 這個蔥呢 因為我幾天沒有煮飯 都爛了 那我就 拆頭拆尾 OK 切粗粒 不用切得太幼 我呢 我呢 就很喜歡炒蛋 就下蔥的 那有些朋友 我知道不喜歡 那其實就不 即是你不喜歡 就是一件事 但是呢 炒蛋呢 就一定要下蔥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個蔥香呢 就可以 增加那個蛋的 那個香味 不用切粗 不用切粗 切粗少少 好了 蔥白就用來切蛋了 然後呢 不是 發蛋了 然後呢 蔥尾 青蔥的部分 就切幼些 再來做什麼呢 用來最後 炒起來 上個碟之後 做點綴用的 那麼一點就夠了 那麼就留下 這些呢 我繼續呢 就是切粗粒 就放在那些蔥那裏 那裏 不是 放在那些蛋那裏 不好意思啊 因為都好像 有點牛牛的 所以呢 就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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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拍片 我很早 我第一次已經說了 拍片其中一件事 我的目的就是 對我自己身心的治癒 的治療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拍片跟大家分享 不是說我想show 什麼的技巧 而是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想分享我的經歷 分享我的心得 以及呢 就有機會跟大家聊聊天 那這件事呢 對於我的精神健康呢 就非常之重要 就可以調劑 那同時間呢 有了精神健康 那我 很多的觀眾 粉絲 也知道 經常叫我保重身體 這樣才可以照顧到家人 沒錯 我拍片 和大家分享 其實其中一個目的就是 要保持我的 除了是身體的健康 另外就是精神上的健康 OK 所以呢 大家不要介意 有時候我會吃螺絲 吃得很重要 或者 有時候 大家聽我說的 已經知道了 就是我一定是 很不舒服 或者不夠睡 很累之類 除了蔥之外 跟著 然後 跟著就是 炒蛋 怎麼可以沒有狗王 如果 即是如果 大家在外國 買不到狗王的話 那 就用韭菜都可以的 不過韭菜 就沒有那麼好吃 那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去 種狗王 我相信在外國 很多的朋友 都有種韭菜 因為 因為 韭菜是我們 就是 中國人 比較喜愛的 其中一種蔬菜 平時拿來做伴蝶 做這個 是 增味 這樣 那其實既然你懂得 種狗菜 其實要種狗王 就很簡單的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 等 那些韭菜 大家就照樣地種狗菜 拿個花盆來種狗菜 是不是 那 看到它發芽之後 大概發芽有三寸以上 就拿一個不透明的膠袋 蓋著它 這樣 就給一點高度 大概一尺 就讓它生長 即是給它空間生長 但是要遮蓋著陽光 最好的就是 拿黑色的垃圾袋 就這樣蓋著它 然後 隨便它 大概 應該是 韭菜 通常都是十零二十日 就可以了 因為你是蓋著它來養 來種 然後最後你會發覺 它吸收不到陽光 就全部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這些狗王 OK 狗王其實很容易種 你懂種狗菜 一定會種狗王 那麼 等十幾天 你就可以有 做狗王的菜式 OK 通常你收割了狗王之後 你洗乾淨它 稍微輕輕 封乾它 然後拿保鮮枝也好 或者拿膠袋也好 放回去梳果格 都還可以放到 兩個星期左右 那就是說 你大概 種一輪 你可以有 三兩餐 都可以吃到狗王 OK 好了 我們發好這雞蛋了 其實這個 就很簡單的 在我這個 什麼期間 可以了 那這蝦 這蝦 就已經OK了 浸開了 記住是用滾水 緊急浸 然後 這些叉燒 也是浸過 這個 浸過蜜糖 所以 其實它不是那麼好煎 那麼好炒 所以 我就把它 稍微浸一浸 滾水 就把蜜糖 浸出來 蜜汁 好 這個不要了 然後 我們就開始 要是 處理這個蝦仁 那麼這些急凍的蝦仁 就跟我們 是 鮮蝦 在處理上 就不一樣的 我相信 有朋友 就已經是 看過我怎樣處理的了 那 然後 解凍了 接著 然後 就啤水 一定要啤水 為什麼呢 它本身 這些蝦仁 是會有急凍劑的 OK 我們就 打散它 逐隻打散它 接著 就啤水 稍微啤一會 好 我在這個 啤水的期間 現在呢 就差不多 即是 它已經是 散了 接著 我稍微 拿隻手 捞一捞它 讓它加快 接著之後 這些叉燒 浸了之後 浸了一些蜜汁之後 我們就拿它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 一般來說 是沒有 做過蜜汁的話 即是沒有做過蜜汁的話 那當然 不用浸 不用洗 但是如果浸過蜜汁的話 我希望大家 就學我這個方法 就用我這個方法 那 接著之後 我們 就弄乾它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 煎起來 那些鑊 才是不會 是黏底的 如果不是 有蜜汁在這裡 就一定黏底 那 即是不要說 你炒蛋的時候 會黏底 再其次 就是你要多洗一次鑊 如果不是的話 會什麼 當然會看到 蛋全部都有鑊 一來不好看 二來也不健康 那 我們作為家廚來說 我經常都說 不要浪費 那我現在的蝦 就差不多了 那我現在就生到最細水 所以就有活水 那大家看到 我浸著這些辣椒 什麼事呢 當然是做另一個菜 都是一個很簡單的菜 那 下回分解 下條片 我先講 我到底這個辣椒 用來做什麼 好了 然後 就做乾淨了 那我們就 用一個小碟 那 那 叉燒呢 這裏 忘記了 那 我這個 拿個布 鎖一鎖 那這個叉燒呢 我們就切什麼呢 切絲 這裏 那我們經常呢 有時候呢 吃剩的菜 外賣呢 那我們都可以是 參照這個 這些這樣的方法 可以是 廢物利用 不要浪費 那 切絲那裏呢 就隨便切 不要切得太細 也不要切得太大 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呢 就跟那些蝦仁 一個大小比較 切到差不多大小就OK的了 好 這個叉燒搞定了 乾不乾身 乾身是不是 所以呢 之前我講到呢 就說 我是拍片 是調劑我的心情 就是調劑我的精神健康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不需要 不需要介意呢 就說 哎呀 你病的你就不要摸了 就是 這個大家都明白的 那這些蝦呢 我做完其他東西 那些蝦又可以了 所以呢 我們加上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概念 一個概念 是什麼 時間管理 我們呢 很多東西呢 要交叉去做的 那這個呢 就要你實戰的環境 你自己去 就是你自己去 衡量 那很多時候 這個這樣的步驟 或者時間管理呢 就跟專業廚房 很不一樣的 那 但是 跟專業廚房 那個時間管理不一樣 代不代表不好吃 當然不是啦 大家跟著我做這麼多次 有多少樣送 那我不敢說 十樣有七八樣 大家一定滿意的 大家說是不是 跟著我做就行了 不用想這麼多 不需要質疑 做完之後不好吃的 你也可以回答給我 喂 這裡不好吃 那我們大家再研究一下 到底 中間有什麼步驟可以改善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只要跟著我做就行了 那 那我這個蝦呢 大概是用了半磅 那 這個叉燒吃剩這麼多 就這麼多了 搞定了 跟著之後 做好的蛋 加上狗黃 記住了 狗黃其實可以自己種的 你懂得種狗菜 就一定懂得種狗黃的 記住就是 大概去到三吋 差不多 長一長 然後你又用一個 黑色的垃圾袋 蓋著它 撐起它 大概比它有一尺的高度 然後 種回它 正常狗菜 成長的時間 大概都是 兩三個星期左右 然後 大家就 一揭開那個垃圾袋 黑色的膠袋 你就會看到很漂亮的狗黃 OK 但你蓋著它 還蓋著它 都要 該是種狗菜 要施肥就施肥 灑水就灑水 OK 可以嗎 其實 有時候 我也很羨慕 在外國的生活 為什麼 有一個後花園 可以自己種私人農莊 喜歡種菜生就行 生菜也行 種蔥 蔥 就更加自然 蔥和狗菜 我覺得中菜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 調味 一個材料 食材 另外還有蒜苗 都可以種的 蒜苗 如果將來有機會 我再跟大家介紹 怎樣去種蒜苗 種蒜苗 你也懂這個 我以前 雖然我 養磚儲 不過我都叫做 挫過阿田 就是 學過阿慕隆 不少少都懂的 將來有機會再分享 其實 這個基本上就完成了 下一個照片 我們就去炒蛋 炒蛋就簡單 OK 大家見 好了 大家準備好所有食材 我先煮了一鍋水 為什麼呢 因為 用這個急冬蝦仁 做法 跟新鮮的 鮮蝦的蝦仁 做法是不一樣的 那現在呢 我們呢 就 煮滾了一鍋水 跟著之後呢 就跟它下味 下鹽 糖 還有雞粉 雞粉在這裏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 闢腥 和 除雪氣 所以 你不下雞粉 你就差很遠 OK 好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 開始 下少許油 我差點忘記了 下少許油 跟著之後 把蝦仁 放進去 這裏大概 半磅 不是半磅 應該只有200克 我忘記了 應該 這裏 綠灑 這些蝦仁 是怎樣為之 適合 你看它 變色 轉色 就OK 本來是白色的 現在呢 就有少少帶紅 那 我們呢 看它轉色 就可以再長久一點 就不用長太久的 最緊要見到它轉色 跟著之後再長久一點 就OK的了 大概 大概 給它呢 大概呢 就是一個小滾 就不需要大滾 那現在開始小滾 那大家見到 它就轉色了 那就OK了 那就關火先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是將這個蝦仁呢 就去啤一啤水 那我這裏呢 不方便 手就轉不到 給大家看 那用冷水 稍微呢 就啤一啤它 那大家會見到呢 現在那個顏色和形狀呢 就和大家在餐廳吃的就一樣 好 那這個時候這個鑊呢 鑊底有些鹽的 那不利於是炒蛋 所以我又拿水呢 就沖一沖它 跟著之後 我現在開始呢 就可以是 燒鑊了 那記著啊 大飯炒東西炒蛋 尤其是炒蛋煎魚那些呢 燒鑊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 我們就要背口訣 大家記不記得那個口訣啊 大家記不記得 大火燒鑊 是吧 見煙落油 再見煙 跟著 然後我們才要下料炒啊 那這個時間呢 我們要等一等的 沒有辦法了 那大家看到呢 我還有其他的菜 是呀 家廚就是這樣 我們香港人呢 廚房就很小的 所以這些東西呢 就擺開了 也都證明一件事呢 就是我全部都是實戰的 我不是故意去拍個片做給大家看 燒到差不多了 油放多一點點 因為等一等呢 準備呢 我們要炒蛋啊 傳統的炒蛋 這裡不要跟我爭 你不喜歡呢 不要緊要 傳統的炒蛋 一定是要多油的 不然你呢 就做不到那個滑蛋的效果啊 跟著然後呢 再稍微燒一燒 等它再見煙先 好 見煙了 將這個 處理過的叉燒 稍微爆一爆它 等它香口些啊 好 這個時候呢 全程大火 留意我那個火的控制 那這樣啊 跟著之後 放完蛋之後 將那個蝦仁放進去 那 炒滑蛋呢 就有個技巧的 大家看著我 是這樣推 跟著之後 拿個鍋 鍋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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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它 那如果你覺得它太大火呢 可以呢 就 稍微提一提啊 那 那 除了是 這個是 這樣攪拌它 拿個鍋鏟尖去攪拌它之外呢 亦都可以呢 是 推一推它 跟著之後 見它凝結到差不多了 那 我們呢 就可以呢 是 這樣 擰擰擰它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加少少的鑊尾油 啊 為什麼呢 因為蛋呢 在形成的期間 那這樣呢 就不會黏鑊的了 等它半生熟的狀態啊 好 那這樣 擰擰它 如果夠力就擰擰 不夠力就 啊 就沒有辦法了 跟著之後 好 啊 大家看到我的份量是比較多的 是啊 因為呢 都是那一句啊 我們家廚呢 就不適宜呢 就不適宜呢 懂得火了 就不適宜呢 就說 我們好像餐廳那樣 十個人就做十道菜 或者是四個人做四道菜 啊 那通常呢 我們都是做兩三道菜而已 那通常我的做法就是 兩個肉 一個菜啦 三樣啦 好 那現在呢 可以了 啊 啊 看一下先 那這樣就不可以呢 讓它全熟啊 大概去到八九成左右 那大家會見到呢 那隻鍋呢 是非常之乾淨的 最後尾 是不是很快啊 其實很多時候啊 我們呢 做菜呢 無論是 即是快 還是慢都好 其實呢 就是前期功夫呢 通常就佔兩 六十個巴仙 或者是七十個巴仙 的時間 跟著之後 後期呢 即是我們開始炒的時候呢 大概呢 就是三十個巴仙的時間 炒就很快 但是做呢 就會比較慢一點點 跟著之後 我們呢 就將 撒一點點的蔥花 那如果呢 如果呢 大家呢 就是想快點開飯 又好吃的呢 那就可以是 用我這個方法啦 那也都 講緊的就是 不要浪費 好 這個這麼野味的 這個是 叉燒蝦仁炒蛋 那就完成了 這個第一件事呢 就是 你當然可以是 特意買一些叉燒回來呢 去做這個菜式啦 那但是呢 很多時候呢 我叉燒呢 通常都是 拿菜頭菜味去做的 為什麼呢 你特意買回來的叉燒 你買多少 買10塊 人家就是嘴苗苗 對不對 那買得太少 又不對 買得太多 又吃不完 那所以呢 也都可以有個方法呢 就是大家可以買些叉燒回來呢 就是分幾次吃啊 那就可以是做到這個 這個叉燒 這個炒蛋的效果了 OK 那另外呢 為了快速開飯呢 我就不搞這麼多東西了 也都今次呢 是用了這個 急凍蝦仁 其實呢 我覺得 所有的菜式呢 我覺得就是 視乎啦 大家的需求 就不是說一定是 全部新鮮 就最好吃的 有時候 你為了新鮮 為了你回來 做到辛苦 就是生水生汗 但是兩三個小時 那可能大家要有 額外的工作的 那變了呢 就比較辛苦些少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就會用急凍的東西 急凍的東西呢 第一就是容易買到啦 容易儲存啦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你處理起來呢 我自己覺得啊 之前我在精排骨 就是整排骨的 那個影片裡面 我都說過了 如果你說的容易處理呢 其實急凍肉的處理呢 是容易好過這個 用新鮮肉的 而且也有一個經濟的原則 OK 那這裡呢 講完這裡呢 我就有幾個重點 大家要注意的 第一 大飯炒滑蛋 你不要跟我爭 多油還是少油 你喜歡少油不要緊 但是我可以百分之百 告訴你 口感、味道 一定吸不上傳統的炒滑 OK 那你就算說 你不下油 那就下奶可以嗎 有些人下牛奶 可以 沒有問題的 不過呢 你要記住 下脫脂奶是炒不到滑蛋熬的 你想要炒到滑蛋熬的 一定要全脂奶 全脂奶 又是有 好 這些是不是叫做掩耳道靈呢 當然你喜歡吃牛奶的滑蛋 我不怪你 這是你口味上的要求 但是你不要跟我說 這個叫做小油 小油 油呢 代表的是脂肪 OK 行不行 還有呢 大家會看到 我炒的滑蛋很多時候 會出些水出來的 其實這些是脂肪 這樣呢 其實你不會吃這些的 你只是吃蛋而已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太擔心 還有呢 過去兩年半我應該做了四五個炒蛋的菜式 或者六個 兩年半才吃六個炒蛋 你不要告訴我 這樣會是超標的 大家說是不是 都是那句說話 少吃多滋味 你不可以經常吃 因為你喜歡吃 所以經常吃 我經常都說 你不可以偏吃 你喜歡吃那樣東西 不斷吃的話 你就一定會偏吃 記住 第二樣東西 就是 其實這個炒蛋 做法上很簡單 那蝦人呢 就用急凍的 我們要飛水 飛水呢 就 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灼熟它 第二個就是令到它上味 所以大家會看到 我灼蝦的時候 會加鹽糖 雞粉 雞粉在這裡來講 就可以辨聲 辨雪氣的作用 所以大家現在吃到 這個蝦人呢 就 唉…想偷吃了 即是吃到這個蝦人 就只有爽口 而吃不出這個雪氣 沒錯 因為呢 我加了鹽 它有一點點味 就不會 完全沒有味 OK 行不行 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叉燒 通常呢 就是叉燒 你買回來的時候 它會帶有蜜糖汁 那如果我們直接下去煎的話 這樣呢 就會導致到它 導致到它 就會黏鍋底的 大家見到我先頭 是不是一氣呵成 一隻鑊燒到底 不用洗鑊 是不是 基本上 這個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為了要避免它黏底 會焦 會有出鑊屎的狀況的話 的話呢 我們呢 叉燒呢 在切之前呢 就稍為拿水 就浸一浸它 清一清洗它 就將它那些表面的蜜糖 就沖走它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再切絲 抹乾它 然後呢 我們在切鑊炒蛋的時候呢 就先爆一爆它 煎一煎它 讓它有一種焦香感 叉燒炒蛋就是這樣才好吃的 大家說是不是 OK 行不行 好了 另外呢 我先講漏了 就是關於這個蝦仁 大家見到呢 因為剛剛買回來呢 它就未解凍的 未完全解凍的 那我為了要加速它的解凍 所以呢 我亦都拿些滾水呢 就拿去浸一浸它 OK 行不行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它快速解凍 記住我不要直接 被蝦仁碰到滾水 要什麼呢 用膠袋包住它 不要開風 直接丟到滾水那裡 幾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也都牽涉到呢 我們這個家廚 這個時間管理的問題 那如果大家呢 是 就是 為了要 將時間有效縮短呢 我在浸蝦仁的期間 我就處理其他東西 發彈啊 切叉燒啊 諸如此類啊 OK 行不行 大家要記住了 那基本上呢 這個過程就是這樣了 另外最後最後 大家要記住呢 那個蛋呢 我們是 大家見到呢 我不是很瀟灑去反它的 蝦呢 這個 這個蝦仁呢 不是蝦仁呢 這個滑蛋呢 我們一定要什麼呢 不是 反它 不要猛地反它 而是什麼呢 拿個鑊尖不斷撩它 那 那大家會見到呢 這個蛋 表面就這樣看下去 是不是很滑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但如果我們經常反它呢 就會變成煎蛋 就不是炒蛋了 行不行 那我拿個鑊鏟那個 尖尖的那個尖 這樣撩它 它的原因呢 就是能夠令到它起皺紋 將它那些熟蛋呢 就起皺紋之後 就包住這個蛋漿 那變成呢 就可以令到這個滑蛋呢 那個口感就 層次就豐富很多了 既有滑蛋的效果 同時間有焦香的效果 行不行 炒蛋呢 就不是隨便炒的 不是我想挑戰這個專業廚房 但我見很多的示範片呢 甚至沒有 我說完 開完名都可以了 那個什麼 什麼名 鳳鳴 鳳鳴酒家 是不是 的退休老師傅 他曾經 為報紙拍過一條 拍過一條 就是炒蛋的片 炒滑蛋的片 我覺得呢 他那個炒蛋 就 不是我要求 我會覺得他不合格 完全不是我想挑戰專業 我再說一次 專業未必一定好的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他們為了經濟的效益 很多時候就集飛成事 我之前都說過 我們菜為什麼要飛水 大家說是不是 很多時候他們集飛成事 就以為一定要飛水 或者飛水就像煮菜湯一樣 不斷滾它 結果出來就臨漆漆不好吃 這些就叫集飛成事 那很多時候呢 我很自豪的一件事 就是我每一件事 我有我自己要求 我有我自己要求 我會說得清清楚楚 大家只要跟著做就行了 不好吃的回來 你再跟我說 是不是 希望大家要明白我的心態 家廚不一定不好吃的 家廚也可以做到專業的味道 跟著我這個方法做就行了 OK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